社科院的院長林院長借這一個空間 這個是台大社科院一線館 這個是教授休息室 我從蓋這一棟的時候就看中了這一間 因為這一間的透明度非常好 那我們現在做任何的科技決策都要透明對不對 所以這一間是符合我們的第一個要件 就非常痛 那我們今天很高興 我們請了幾位在有關在生能源 整個能源還有整個能源發展非常重要的老師 一個是我們台大運力所的陳芭林老師 陳芭林老師是我們台大運力所的科病教授 他之前也是國家能源請計畫的執行長 所以他對這個領域非常專心 那我們第二位請到台大政治系的 這個林子文老師 那林子文老師現在是台大政治系的副教授 他在最後面前這一塊也是非常著力的非常深 那我們另外還有一位來賓 他跟我一樣同事留得的胡香凌博士 他可能想說不要在學術界做理論而已 他去做實踐 實踐的太前兩天剛好腳受傷 所以今天不能前來 那我想去過德國的人都知道 德國的能源轉型是非常的快速 那我們今天辦這樣的一個會 其實也是針對臺灣面對能源轉型 就Energy Transition 或是我們德文講 Energy Vendor 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時刻 那我先簡單講一個數據 那待會可能就交給我們的兩位專家來談 我們臺灣目前的再生能源的發展比例 大家知道都知道核能的發電比例 大概百分之十六 十六點多 再生能源發展比例到2013年底的統計 如果加上灌場水利的話 大概是百分之五點六左右 就發電量 但是如果扣掉Conventional Hydropower的時候 真正的太陽能跟真正的生殖能 大概只有百分之二點多左右 那這是到2013年的數據 那有一個更驚人的數據是 我們2001年的時候 我們的再生能源的發展數據 大概是 只是扣掉貫長權利的話 大概百分之八百分之九左右 0.8 0.9左右 可是到了2011年的時候 這個數據大概上升到百分之1.8跟1.7 我的意思就是說我們發展了十年 我們再生能源發展的比例 在發電量上只有到達百分之一 那這一個對臺灣要進行能源轉型 其實是一個非常堅困的一個面向 如果我們今天談說 整個社會談說我們要不要核能這個議題的時候 我們真的要去思考我們要怎麼樣的能源 那我們的能源本身的結構是什麼 所以那這個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思考點 那臺灣社會現在我想不只是能源轉型 整個社會都在轉型 那所以我想我們這個沙龍 我們就是要去促成大家一起來思考 一個社會的轉型面向 可能不是只有一個技術的面向 還有是很多是社會跟政治的面向 那臺灣在這樣一個很快速的 全球化的發展過程裡面 大家到底要走向什麼樣的選擇 我想這樣要有很多的實踐跟思考 那就是沙龍的一個很重要的一個目的 好